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大家好 歡迎收看《實體節》的天理報告 我是劉力森 香港今天繼續受著股東北角風的影響 今天早上天理仍然是涼少少 今天早上市區的低溫只有16度 新界地區的低溫都介乎15至17度 整天都比較多雲 所以氣溫不是上升太高 普遍都是介乎17至18度 明天是24節氣的經濟 傳統有說法 就是天氣迴暖 春天的雷聲驚醒了地下冬眠的動物 其實24節氣在天明的角度來說 每一個節氣的日期和時間 都是根據地球每年圍著太陽公轉不同的位置所定定 所以每一年每個節氣的日期大致都是相同 而經濟是在春分之前的一個節氣 看回天氣方面 我們現時受清淨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所影響著 我們預計未來幾天在中國東南沿岸的高壓者 仍然會維持著 所以我們的東風都會比較大 從一些雲量預報圖可以看到 未來幾天我們仍然會受著一些雲層阻覆蓋著 所以天氣方面主要都比較多雲 以及會有兩陣雨 詳細的天理預測會是這樣 我們預計將會多雲有一兩陣雨 以及能見路是較低的 在這方面將會介乎16至18度 風風吹清淨至強風程度的東風 展望看回牆一兩日是多雲 風勢頗大 不過要注意到星期日的時間 天氣會進一步轉涼 低溫度只有14度 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好了 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